继续带您来关心到国一细致 南下路段在前天编波摊房 经过连夜的抢修 在今天早上6点多 内侧的一个车道终于是通车了 不过预计要到11月13号 才有办法全线抢通 虽然先通了一线道 但是缓解交通的状况并不佳 上午通勤尖峰时段 南下路段依旧是塞爆了 车速一度只有5公里 不少上班族前一天被塞到崩溃 今天直接改搭火车 而一大早火车站也挤满人潮 车子一台台经过 工程人员也在一旁待命 因为国一细致南下路段 周三晚间编波再度崩塌 经彻夜抢修 4号早上6点15分左右 内线一个车道终于通车 虽然抢通内线 但缓解交通状况并不佳 无堵到细致路段 早上7点多就已经出现自爆清新 车速一度只有5公里 国道又再度堵成大型停车场 国道警察点出原因 很多人经过都在打卡拍照 容易造成回堵 及发生事故相当危险 因为火车比较牢卡嘛 所以你时间抓好就好了嘛 对啊 它开出就对了 对啊 可是改出火车比较快就对了 对对对 火车站挤满人潮 不少人前一天塞到崩溃 直接改搭火车 海铁即日起到11号 除了周末 每天都会加开两半次 舒缓人潮 所以今天大概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 不只国道塞爆 平面大陆车潮也归宿前进 民众满脸无奈 因为有人公车 等了一个小时还等不到 上班上课恐怕都大迟到 差不多6点 差不多50分的时候就开始塞了 因为它对于 所有这个通勤的 这个我们的狗人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持续 按照我们刚才所提的目标 来前进 强修虽然持续进行 但预计还是要等到11月13号 才会全线通车 通勤组只判国道尽快抢通 不要让塞车噩梦 持续上演 接着综合报道 故宫三件文物破损 这调查结果跟惩处已经出炉 三件文物当中 只有一件青钱龙青花花卉盘 被认为是人为疏失 两名同仁 一位被记了一大过 另外一位则是两个申界处分 虽然完整的调查报告 还没有对外的公开 但是故宫院长吴蜜查 昨天晚间首次在节目中 还原了5月19号 文物破损的原因 原来其中一位 想要整理锦盒脱落的布 误以为这盒里没有文物 就把锦盒给翻过来 导致文物掉落毁损 这三件文物破得四分五裂 故宫初步调查后认定 明红质款焦黄绿彩双龙小碗 和青康熙款暗龙百里小黄瓷碗 无人为疏失结案 不过这个青乾隆青花花卉盘确定是人为疏失 两位同仁分别受到一大过两生戒的陈储 翻过来让他掉到地上这一个 我没有把那个蓝布盒的这个扣子给扣上 完整的调查报告还没有公开 但陈储结果先出炉 故宫院长吴觅查在节目中首度还原 五月十九号的事发经过 当时一位同仁从锦盒内拿出四件文物 还有两件留在盒子中 却没有告知其他人 也没有把牛角细带给细上 另一位同仁发现锦盒底部的布 有一点脱落 想把它粘回去 把盒子翻过来时 还留在盒里的两件文物掉落 一个文物是他用身体去把它挡住 让它没有掉到地上去 另外一件就掉到地上去了 国保受损受到关注 当事者也感到自责 依照程序调查结果必须送考机会 在考机会完成前 完整的调查报告都属于密件 至于破损的文物 则要等到调查程序完备后 才会开始进行修复 这留置了料新于台北报道 警方帮大忙抢救民众的性命 台中有一名男子癫痫发作 女友紧急要将他送医 但当时正值下班的尖峰时刻 被困在车阵当中 还好在路口直行的园警 协助帮忙开道 短短六分钟就送到医院 男子没有大碍 另外在苗栗院里 则是有民众吃麻糬噎到昏迷 警方实施了哈姆利克法 成功保住他姻姻 园警一踢三步并做两步 充到小吃店 男子吃麻糬噎到已经昏迷 原子立刻实施哈姆利克法 情况危急 好不容易把卡在喉咙的麻糬拿出来 但男子还是没有呼吸心跳 远警同步喊救护员电话连线 警方在一连串的CPR后 终于从死选手中救回男子性命 直到救护员到场接手把男子送医 成功保住一命 无独有偶在台中 路口指挥交通的警方也帮了个大忙 远警戴上安全帽 骑车开道 原本正是下班尖锋时刻 拥挤不开的道路 立刻腾出一条车道 原来女子男友突然癫痫发作 却被困在车阵中 还好碰上执行远警 请求开道救援 短短六分钟抵达医院 一般癫痫持续超过五分钟 或是多次发作 没有意识 情况就会非常危急 要紧急送医 好在警方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保住女子男友的性命 记得张欣杰 潘欣 苗栗台中报道 初秋高丽菜首批收成 云林县北港正有农民 把卖相比较差的 拿到传统市场贩售 每一颗都只要铜板价 15块钱 其可100元 吸引了民众抢购 上千颗的高丽菜 一个上午就卖光光了 而近期高山高丽菜 也开始运下山销售 平地高丽菜也开始采收 而国菜市场里 每公斤的拍卖价 则是落在20元左右 比起前一周的价钱只剩一半 成了不少蔡兰族的神仙 大货车的车斗上 满满的一车 通通都是今年初秋 第一批收成新鲜采收的高丽菜 民众经过发现都来买 整个塑胶袋装满满 因为一颗居然只要 铜板价15元 你有销吗 有啦 算销啦 现在外面有多少钱 外面都比100块 真的销啦 15块销啦 OK OK 尽管最外层不美观 但农民保证品质依旧相当好 一颗只要15元 一次买7颗只要100元 真的是菜田价格也超甜 上千颗高丽菜 一个上午就强购一空 安全起源 不能喷料都会从就出来 就会吃到这样 糖加到一口一口 这些品质就不错啦 不然你说品质如果好 结束得真好啦 云林县北港镇的菜农表示 卖相好的拿到市场贩售 剩下的一般会直接留在田里 日后耕除做肥料 但这样实在有点可惜 才会全家动员自采便宜卖 贴补一些成本 初秋平地高丽菜开始采收 高山也陆续运下山销售 让高丽菜价格不再贵桑桑 国菜市场拍卖 每公斤只要20元 和一周前相较跌了一半 民众可以用最划算的价格 吃到当令时节最新鲜的蔬菜 既顾正义云林报道